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我是团长 团长呢,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去散户化的这个证券投资市场 美国呢,散户呢,从90%降到了6% 那么美国散户是如何被消灭的呢? 那我们由能从美国散户被消灭的进程中呢 能得到怎样的启发? 然后再看看我们A股市场目前的这个去散户化进程的这个状态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呢 美国股市呢,超过90的这个部分呢,为散户持有 如今呢,这个世道变了 海龙证券的这个研报显示呢 18年年中,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呢,占比高达93.2%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呢,占比不到6% 我们可以看下图 这个是 主要证券市场的 我们可以看 深蓝色是个人投资者 这是我们中国的 占比之最高的,将近40% 我们看美国,英国,法国 是更低的,越来越低 这是全球主流市场的目前的这个散户跟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的这个对比 那么美股呢,从90%呢,降到了6%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美国散户呢,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消灭的呢 A股呢,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 散户比例呢,一度高达90%的美国股市的时段 1972年呢,美国股市诞生 早期的美股呢,是少数玩家的游戏 一战结束后呢 尤其是 1920年代,美国经济呢,高速发展 企业盈利呢,激增,带动了股市繁荣 1927年到1929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呢,翻倍 我们可以看下面 在这个赚钱效应的这个趋势下呢 大批手握闲钱的民众呢,跑步入市 甚至呢,不惜借高利贷炒股 当时呢,散户持有流通股的这个市值呢 达到了90%以上 历史称为呢,咆哮的20年代 我们可以看这个指数 63.6,90最高点 381.1 指数呢,出现了几倍的上涨 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美国股的散户比例最高的时代 直到呢,1929年10月24 美股呢,突然崩盘 加上呢,随之而来的这个30年代的大萧条 才中断了这场狂欢 之后呢,又碰上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股市呢,低迷 散户们呢,失去了炒股的兴趣 那么随着二战的这个结束呢 美国经济呢,再度繁荣 美国民众呢,对股票的这个热情呢 又被点燃 战后十年 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涨了两倍多 吸引了大量散户路场 散户持股比例呢,超过90% 并一直持续到呢,1955年 尽管之后散户持股比例呢,有所下降 但是呢,直到70年代中期 仍然呢,保持在这个70%以上的这个水平 也就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道琼斯指数的大涨 赚钱效应的行情呢,吸引了大量散户的参与 而且美股的这个散户持股比例 也远超我们想象 最高90% 到70年代中期呢 依旧有70% 那我们现在,我们美股其实也就40% 也就是美股当年的散户化呢 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那么在70年代中期呢 这个是美股投资者结构的变革的这个分水里 之后呢,美国这个散户呢 的路呢,越走越窄 机构越来越强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了 它开启了去散户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看下方的这个机构持股比例 从这个70年代中期以后呢 机构持股的比例呢 在大幅的增加 散户呢,随之呢 也是急剧的这个缩小 下图呢,是 70年之后美国养老金规模的这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 70年以后呢 养老金规模呢 这个大幅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下方 一直到这个17年啊 一季度 规模呢 是不断增加的 简单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养老金体系的这个资金的组成 它是由呢 社会保障 企业养老计划 各能养老金三大制度组成 海龙证券的这个显示呢 即使17年底呢 美国养老金的这个资产总规模呢 达到了28.2万亿美金 是美国GDP的这个1.45倍 其中呢 企业养老金中的这个DC计划 收益不确定 雇主员工共同缴费 包括401K计划 各能养老金 在养老金总资产占比呢 60%约17万亿美元 是美国养老金的这个主流 我们可以下方图中 美国养老金的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总规模有几十万亿美金 其实占据了 美国股市市场相当大的比例 应该说对于股市的这个 行情的稳定 或者行情的上涨 有极强大 极其强大这个影响力 那么在美国股市 这个养老金入市后呢 散户为什么不愿意 直接炒股了呢 对吧 原因呢 有下面几个 随着这个养老金等 机构投资者的大量入市呢 扩大了机构投资者的比重 降低了换手率 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 与市场的形成真相循环 那么散户不愿意参与了 其实呢 很简单 第一方面就通过养老金计划呢 可间接参与股市 还能延迟纳税 省心省力 把钱 交给养老金 去购买养老金 第二呢 养老金 共同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入市后呢 为股市呢 提供了稳定器 投资的这个确定性增强 波动性降低 我们可以看这个海融证券的研究数据 从历史上看到 美股呢 在机构投资的壮大之后呢 1980年 资金的股市政府 比1980年前呢 降低了约百分之六个 也就是波动呢 是越来越小的 市场呢 越来越稳定 那么散户呢 一般都追求追涨杀跌 寻求刺激 那么市场一旦稳定了 它不给你这种 短线也好 这种追涨杀跌的机会 行情呢 是慢慢的向上 那你频繁的去交易 只能是大量的损失 手续费 增加交易成本 我们可以看一下换手率 2017年呢 全部美股的换手率 为百分之一百十六 其中全一类公募的换手率呢 为百分之二十六 远低于A股的 百分之四百二十八 和百分之两百九十七 A股的目前的换手率 我们可以看 是美股的这个四五倍 其中呢 这公募接近的换手率 我们是美国的十倍 也就是我们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呢 也是在追涨杀跌 是吧 换手率极高 导致的成交量很高 所以大量的人呢 都是追涨杀跌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养老金 共同基金呢 具有团队 专业优势 且资金量大 个体呢 很难与其抗衡 单兵作战呢 容易沦为呢 代载的羔羊 那么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注册制的推行呢 退市股票变多了 个股踩雷机会高 打压了散户 炒股的热情 仅仅呢 13年到17年 这五年内 美国股市就 1400多个股票退市 那么A股呢 也只有20几个 所以美股 大量的公司退市 如果你是散户 你不了解市场 很容易踩雷 对吧 一旦退市就变成零了呀 那我们与之对比 我们一看 13年我们的退市数量 对吧 都是个位数 美国股市呢 都是几百 每年都几百家退市 那么第一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呢 就是近年来呢 交易机制变复杂 高频交易 量化对冲等工具的使用 使得机构投资者呢 在技术支持 信息获取啊 专业性等方面 占据了天然优势 那么散户呢 也就更不愿意 直接下场炒股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散户来讲 再去参与市场 那只能是被收割的对象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股市呢 散户化从90%降到了6%的 主要原因 那么与美股相对应的 我们A股目前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呢 是我们的散户数量庞大 但是呢 持股的市值小 我们A股散户数量呢 可能有一点几亿的开户数 但是话语权的很小 我们以护士为例啊 截至这个17年底啊 从持股账户来看 护士的投资者有1.95亿人 其中自然能1.94亿 占比超过了99% 然而 从持股市值看呢 自然能投资的 持股市值为5.924万亿 仅占总市值的 21.17% 下张的图中我们可以看 投资者数量呢 超过了99% 但持股市值呢 仅占21% 那么从这个 交易量看呢 散户呢 贡献了80%的交易量 盈利呢 却不到机构的三分之一 17年我们可以看到 护士中个人投资者 贡献了82%的这个 交易额 而机构呢 仅仅占了14.76 那么遗憾的是呢 散户的这个平凡交易呢 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收益 散户贡献了相当于 机构投资的5倍的交易额 却只赚到了不足 机构30%的盈利 而且 机构的本金更少 我们散户的本金比机构多 因为散户数量多 但是赚到的钱呢 却不及机构的30% 那么最主要原因 也就是平凡交易 是机构5倍的交易额 那么由于呢 散户的这个非理性啊 以及短视行为 不利于股市健康发展 所以A股呢 去散户化呢 也是大势所趋 我们看 孙万宏元的这个测算 16年到17年呢 12年间呢 沪生两市个人投资者 持股市值的比例呢 延续下滑 以由06年的68% 降到了最近几年的 25%左右 也就是去散户化呢 非常明显 我们16年也将近70%的这个散户投资者 到现在呢 也就15%左右了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数据啊 刚刚讲了 也就11% 互失了 这个比例呢 我们看这个下方图中 这个粉红色的 到今年其实也就11%了 一路的下滑 那么作为这个股市成熟的标志呢 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呢 它是衡量的这个一个重要因素 去散户化呢 并不意味着呢 对散户的驱逐 而应该是呢 散户与机构投资者双赢的局面 是机构投资者呢 日渐壮大 赚钱效益明显之后呢 散户呢 愿意主动的投资机构产品 信任专家理财的过程 只有这样呢 股市才会更理性 更从容 更具长期投资价值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机构投资者跟散户投资者 这个双方的差异性啊 对吧 无论是信息或许 专业优势 风格 都决定了散户是不可能 跑赢机构的 尤其啊 今年 我们可以看到 A股市场呢 其实行情还不错 创业版指数呢 上涨超过40% 大量的公务 或者一些 私募基金 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收益 那么散户呢 还受一多半是亏钱 这就是市场 所以也给予一些不专业啊 不成熟投资者的一些建议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头部的一些私募基金 他们的收益 有十几倍的 对吧 你盈利200% 都不能排行前30 这就建 足以见得啊 专业投资者的优势 所以在这里呢 团长呢 也给大家也一些建议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一定要这样 所以呢 本期视频呢 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祝愿大家在2020年呢 在投资市场呢 收获更多 学习更多 与机构共舞 你才能够 稳定获利 实现自己的 在股市场的这个梦想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